上海律師鄭恩寵8月20號遭到警方抄家 前一天晚上 他剛剛向外媒記者透露 準備向中紀委巡視組舉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和江澤民小兒子江綿康的貪腐行為 第二天4名警察就文風而至 把鄭恩寵的舉報信拍攝下來 鄭恩寵認為 警方此次搜查 是受命於上海市最高領導 鄭恩寵8月20日在網路上披露 當天上午10點 上海公安局渣北分局的4名警察 對他家進行了搜查 搜走了手機兩部 手機電池板一塊 U盤兩個 警方使用照相機和手機 對他寫給中紀委巡視組的舉報信 進行了大量拍攝 中紀委巡視組在7月29日 也就是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被宣布調查的當天 进駐了江澤民的大本营上海 並將駐留兩個月 上海一些朋友建議鄭恩寵 給巡視組寫舉報信 鄭恩寵在舉報信中揭露 江澤民的二兒子江棉康 在上海擔任了六個官辦 房地產相關單位的最高職務 每個職務都能掙錢 還不被公眾知道 其中有一個職務是 上海市建設交通委員會巡視員 屬於局級幹部 另一個職務是 上海市經濟研究會副會長 該研究會是事業單位 有國家全職撥款 許多國營和私人團體 加入這個研究會 還需要交會費 還有一個職務是 上海房地產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這個研究中心壟斷政府信息 地產商到上海 要找地塊和估價 都需要付錢給這個單位 另外 江棉康還有一個職務 是上海市城市建設雜誌社的社長 鄭恩寵表示 這份雜誌是學術性雜誌 發行量不大 必須要靠廣告來支撐它的業務 鄭恩寵表示 渣北公安局這次搜查行動匆忙 跟往常抄家派出大批人馬不一樣 他認為 這四個警察 侍奉上海市政府和韓正的命令 為的是要探聽 他寫給中紀委舉報信的內容 以便謀劃對策 不過在抄家之後 警方突然通知鄭恩寵 允許他出去遛狗 鄭恩寵認為 中紀委巡視組到上海視察不久 上海方面即宣布 逮捕光明集團等四大公司的法人代表 王宗南 他指出 韓正這一招是丟居保帥 拋出王宗南這個不大不小的官做替罪羊 鄭恩寵揭露說 目前正被胡耀邦三子胡德華 在香港起訴的香港商人羅康瑞 之所以成為上海地產大佬 還成為上海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靠的就是韓正 羅康瑞在上海的第一個地產項目 是城市酒店 掛帥的是韓正 當時韓正擔任工青團 上海市委副書記和盧灣區區長